人氣話題來看到 日本岩手縣花卷市 在每一年都會舉辦 元祖一口麵全日本大賽 而這一次的比賽名單當中 竟然出現了台灣選手 他是來自彰化 年紀才21歲的小慧 因為非常喜歡吃美食 他用吃闖出了一片天 在YouTube上 更擁有超過10萬名粉絲 這一次到日本參加比賽 他在短短5分鐘之內 吃完了208碗的蕎麥麵 不但拿下個人賽 女子組第二名的佳姬 還獲得大會頒發 特別獎技能賞的表揚 鼓聲響起他一秒掃進一碗 一碗麵大約是一口份量 太快了嗎 再看一次 根本是人體吸塵器 給麵速度根本比不上進食速度 來自台灣彰化的小慧 到日本參加一口麵大賽 比賽來到最後倒數階段 小慧不顧形象奮力一搏 1 1 4 拍手露出甜美笑容 表情看起來游刃有餘 根本無法想像剛剛短短5分鐘內 他可是吃了208碗蕎麥麵 小慧最後奪下女子個人組第二名的優異成績 不過賽後檢討 小慧 應該是速度還要再更快 我覺得我剛剛在吃的時候有可能那個tempo沒有抓得很好 小慧參加的是日本研手性花卷式第65屆元祖一口麵全日本大賽 過去歷年來比賽的最高紀錄有冠軍5分鐘內吃下258萬 比賽時間都5分鐘完全是絕於速度的快與慢 就是每一次的比賽都是經驗 年僅21歲的小慧因為喜歡吃美食用吃闖出一片天 在YouTube上擁有超過10萬粉絲 過去在國內也參加過多次大胃王比賽 而這次首次出國比賽就拿獎 因為這次有跟那個冠軍的選手就是去跟他請教一些訓練的方式 其實他會先煮好兩公斤的蕎麥麵 然後最快的速度快速吃下去 一口吃出知名度成了另類台灣之光 小慧未來的大胃王之路令人拭目以待 我下次會跟人家加油的一口麵蕎麥麵 明年我等你 記者綜合報導